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部地区到了明天入夜 也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开始发生 接着后来等到礼拜四的时候呢 这封面通过 华南这里也会有水汽持续的移进来 礼拜四这一天 中部以北东半部目前看都是会有降雨的情形 南部影响还是比较小 降雨依旧有限 水情持续的吃紧 等到礼拜五的时候 水汽再度减少了 所以礼拜五这一天 各地的降雨在白天逐渐又会缓和下来 至于清明廉价的天气部分呢 目前看 礼拜六 礼拜天这头两天啊 华南会有一些零星的水汽过来 所以六日各地可能有一些局部零星降雨 雨不是整天下 我偶尔会有一些降雨机会 下礼拜一 下礼拜二 目前看天气是相对稳定的哦 礼拜一 礼拜二可以好好把握 接着下个礼拜三又会有风面接近 降雨又要再度增加 而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涂涯来看到 明天随着高压移出去 我们提到东北风减弱种而偏东风 加上阳光露脸 温度回升 尤其在北台湾 温度会回升上来 比较舒适 中南部还是来得比较温暖 有些微热 温度部分在北台湾大约18到24度左右 中部地区在17到27度 南部在19到30度 东半部在19到26度上下 等到后天礼拜四的时候 降雨变多了 加上有些凉空气 不过还好只有在北部地区 礼拜四温度会稍微下降 接着礼拜五一直到清明廉价 目前看没有什么冷空气 所以温度整体来说都是比较温暖的 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就要告诉大家了 明天白天我们提到天气相对稳定 但晚上有封面咯 北部东半部的朋友如果比较晚回家 记得带拔伞 中部地区伞带着也比较保险 明天晚上西半部可能会有局部浓雾 南部明天再下风处 空气品质会比较糟糕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白天我们提到水气会在减少 因此在北部地区明天白天当然天气状况 也会来得比较稳定 不过到了傍晚过后随着封面接近 降雨几率会有所提升 温度部分则会有所回暖 台北新北18到24度 桃园18到25度 新竹苗栗18到24度 而到了中部地区呢 在明天白天主要是多云稻勤 不过到了入夜之后 同样降雨几率也会增加 台中19到27度 彰化18到25度 南头18到26度 云林18到26度 加以18到27度 所以早晚会有些偏凉 而到了南部地区来看 明天的天气状况同样是来得比较晴朗稳定的 台南19到27度 高雄21到28度 屏东19到31度 这种日夜温差会来得比较大 东半部地区明天迎风面 所以整天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情形 尤其在宜兰这一带 宜兰18到24度 温度会有所回升 花莲19到25度 降雨几率30% 台东21到27度 而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呢 在马祖金门会有一些短暂雨 澎湖云量偏多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我们提到明天的白天水气比较少 但明天的傍晚过后 晚上封面接近了 降雨要增加了 礼拜四封面通过 中部以北东半部有雨 礼拜五之后 水气会慢慢地减少一些 锁定台式气象 君开每天跟您聊天气